字幕提供 各位同學 我們接下來要介紹的是行列式的運算性質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行列式運算規則有哪些 在前面我們的單元裡面都有稍微先跟大家提過我們行列式的運算 我們會用A跟D這個對角線由左上到右下先去乘起來 之後中間進行的是相減的運算由左下到右上去乘起來 去相減 執行這樣的相減 但是我們如果是把結果來看的話 用結果來看 AD減掉BC如果按照這個運算規則的話 我們也可以把行列式紀錄成這個樣子 那這個樣子跟原來的紀錄哪裡不一樣 我們原來的直行橫列的橫的列AB 現在可以把它寫成在上面的式子裡面的第一行 直行A 由上而下AB 所以也就是說行跟列互換之後 它的運算規則其實還是 跟下面的運算結果一樣 就是AD減BC 所以這也讓我們在行列式運算裡面 我們可以找到一個規律性叫做行列互換 把第一行改成第一列 第一列改成第一行 這樣的一個互換完之後 其實它的答案是不會改變 好那這是我們可以把它當成行列式運算的一個規則之一 好那我們可以把這樣一個行列式運算 運用在算平行四邊形的面積 好那這個在我們前面在教 那個向量可不可以幫忙計算面積的時候 已經有在裡面有稍微提過 好那這個我們再往下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3D行列式運算 好那3D行列式運算也是較為複雜 那我這邊老師先跟大家介紹 不是只有把它硬著把它打開 其實在行列式運算裡面 不管是2階還是3階4階 基本上它有一個叫做降階運算法則 那降階運算法則裡面呢 我們老師先稍微跟大家提一下 你先折定某一行或某一列 的圓作為主因子 好舉個例子 我們先把第一列好的A1 B1 C1作為主因子 那首先我們把A1這個主因子先記錄下來 好那主因子記錄下來之後 來後面乘上它的余因子 好什麼叫做余因子 好你以這個A1為主因子的一開始 那往橫往下刪除掉之後 留下來的就是剩餘的因子 那剩餘的因子你就將它寫下來 這就是余因子好 阿記錄成行列式 所以按照這樣子來講 好我們在第一列裡面的第二個 我們要責定的主因子是B1 好B1 那B1抄寫下來之後 那它的余下來的因子有哪些 所以我們把它劃掉 那左邊的A1我就不劃了 好那這時候你看到的是 由左到右 A2 C2 A3 C3 那我就把它 抄下來 好那被劃掉就不要抄 好那抄下來 這個就是我們的余因子 好主因子乘上余因子 好那接下來最後一個是C1 之後它剩下來哪裡呢 我們看得出來A2 B2 A3 B3 好我們就把它抄下來 好那 但是這樣運算呢 我們已經把3階降階乘 用2階去運算即可 好可是在這個中間的過程裡面 你的運算 還要做連結 那個連結 前面呢 我們會有變號法則 叫做正負正 好所以也就是說為什麼中間 B1的前面我會加一個負號 因為B1它本身乘接的運算規則是負的 那前面後面呢 都剛好是正的 好那你說 怎麼去判斷它 是正還是負呢 實際上在運算法則裡面 它還有一個 它所在位置會執行一個變號法則 叫做負1括號 I加J次方 好也就是說 像A1它所在位置 叫做1-1的位置 那B1呢它在1-2 好那I跟J剛好就是1加2 那1加2是極數 所以次方之後就會變負的 所以按照這個邏輯來推 你就會知道在主因子折定之後 它的變號也並不是永遠都是正負正 所以當你如果選擇的主因子 是假如第二列 A2 B2 C2 或者是第二行 都不一樣 那你的變號也就會按照那個時候 主因子的變號法則 所以如果整理下來 你會發現它的變號 剛好有交錯的效果 那原因是因為 剛好是-1的I加J次方 本來就會這樣子交錯 好那這提供給同學去想 好那如果硬的頭魚 再把它打開 就是後來我們 常常在算的那個 好那這三個項量 如果寫成行列式的話 它可以幫忙做什麼呢 它可以幫忙你去算出 平行六面體的體積 好但是記住 行列式算完都要加絕對值 那所以它是幫忙算 但是最後還要做一些整理 比如說取證這件事情 好那這三個項量的體積 平行六面體體積是像這樣子 如果這三個項量不共平面的情況之下 那如果它畫出來的平行六面體 就是長這樣 那這個行列式就可以幫助我們 把這個體積算出來 好那這中間呢 牽扯到了兩項量的外積 以及外積之後的長度量 跟底面積有關係 好那這一塊 我們可以放到空間 在使用外積的時候 可以再多做一點介紹 那我們這邊就是先說明 行列式的運算 跟可以應用的那個層面 好那我就先到這邊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些題目 好那接下來我們來看範例1 好那它這邊提到 坐標平面上 有一個面積為40的突刺邊形 而它的四個頂點 它講到它按照逆時針的方向 來依序列出來這些點 好那這樣逆時針的列出來 它其實是方便我們等一下 在行列式運算裡面的正負判斷 好所以我們先把這些點把它列出來 好那你看這樣就是逆時針 那畫好之後我們來先做出第一個項量 好那這個項量 我們做好之後 它基本上因為是從原點出發 所以其實就是A項量 好那另外一個項量 我們就這樣子畫出來 它就下一個項量 就是B項量 好那B項量 我們這樣子定下來 好那A項量就是這個點坐標 好那B項量 就是這個點坐標 好那這個時候 我們在做行列式在計算面積的時候 通常都要加上絕對值 好可是在行列式運算的時候 它其實是符合右手定理的 也就是說 當你的項量用右手定理 右手掌來做一下 就是只要你的項量是採逆時針的書寫方式 先寫A項量 再寫B項量 那這樣所得到的行列式的值就會是正的 好這邊想要鋪陳的是這件事情 所以它為什麼要去強調逆時針就是這個樣子 好所以這樣我們就不用加上絕對值 就可以把它面積寫出來 好所以這個時候 你看我們寫出來 它的面積我不加絕對值 直接開始算 就會算出8s-2s等於6s 好那這一塊面積 就算出來 但是重點它是三角形 所以記得 最後我也要給它處理 所以很多同學在說 用環面積算面積 最後都會忘記要處理2這件事情 好這也要小心 好那如果有這個經驗 那我們下一個剩下小區塊的面積 我們是不是就要再把 下一個項量再把它建造出來 好C項量 好按照這樣的邏輯 我們用右手定理 先寫B再寫C 這樣子出來就是正數 那6x-4x這2x 好還是別忘了 它是在講 三角形所以記得處理2 好那這兩個A都是在講面積 因為它的正負已經保證是正 好那這個時候的結果 這兩個相加就題目所說的事實 所以我們就可以通過這個式子 就可以得到X的答案 就是10 好那這個部分同學可以來參考一下 好那接下來我們在範例2 我們總共有4個小題 那這4個小題當然如果運算的話 大家默默的把它打開 按照規則去算就可以 但是我們想借用這4個小題來給大家 熟悉一下在行列式運算裡面 它可以用什麼樣的思維去 進行一些簡單的運算 OK或者是讓它的數字變得更好觀察 好那首先呢我們先來看第一小題 那第一小題它的行列式運算是在講這一個 好但是我們在前面有提到 行列式運算的時候其實行列互換 它的答案是不會變的 所以在這裡其實如果我們 硬的頭皮去算的話 其實我們可以去算出來它答案是0 好那觀察上面的話我們可以看到 69跟12、38 它們是乘比例 也就是說橘色的 行跟綠色的這個第二行 它們是1比2的比例 那為什麼這樣就會變成0呢 其實我們可以用行列互換的方式去觀察 如果我把它觀察成這樣子 那這個時候我們剛好就是要記錄向量的感覺的時候 就是以面積來看 那這兩個向量不就是平行向量 那平行向量在我們的思維裡面 它就是會疊成一條直線 無法有平行式邊形的面積 所以以這個行列式來算 它就會算不出面積 所以它答案也會是0 這樣可以嗎 所以我們就可以得到一件事情 當行跟行獲列跟列成比例的時候 它的期值 它的行列式的值就是0 好這個觀點就出來 好那第二個呢 我們也可以再繼續往下觀察 好第二個的問題 它剛好是在算這裡 好那因為行列可以互換 那我們不妨把第一個問題 也看成這是兩個向量 再算面積 好那第二個也 也在算兩個向量 再算面積的感覺 好那這個時候 這樣的一個運算 我們可以把它整理成 U1跟U2 先進行這個中間的運算 加法 因為它們都是跟V 那我們就把U1和U2 先把它整理出來 V就俗立 那之後 我們就可以把U1 U2先進行加法 所以這個時候你會發現 綠色跟藍色 它們相加的時候 U1跟U2相加 它剛好會把那個很醜的 那個三四方根 都抵消掉 最後留下的是數字 那這裡我們就好算多了嘛 對不對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在 往這邊觀察 我們又發現 這裡向量有係數 那這個係數我們可以 透過運算規則 可以看得出來 其實可以先提前把它提出來 因為都有8這個因素 我們就可以把它提出來 所以在行列式運算裡面 其實裡面的數字 我們可以透過 這樣的合併 讓它變簡單 也可以再提出係數出來 因為這裡 左右相乘跟上下相乘的時候 其實都會有8這個數字 那我優先提出來 這不 無傷大雅的 OK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再進行後續的運算 就可以算出來 20跟號2 減掉0 那在外面還有一個8 乘出來答案就出來 好 那這是一個很好的運算 好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第三小題 那第三小題它的數字 有點大 但是好像硬算也可以 但是有沒有別的方法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就想 把第二題的想像 再拿到第三題來做一個應用 也就是說 如果我們把這兩個單位 T相量跟K相量 當然有同學說 老師為什麼你都用 第一行第二行 不用第一列第二列 都可以 看你怎麼樣觀察方便 好那只是現在我們看這兩個時候 我就想 如果在這個相量的旁邊 如果我們 再加一個 這樣的相量 變成這樣的相量可不可以 好 為什麼它可以寫成這樣啊 原因是因為 如果你把它寫成 T加K相量跟K的行列式 其實上就是相當於 T跟K的行列式 再加上K跟K的行列式 你增加那個K跟K的行列式 有沒有怎麼樣 也無傷大雅 因為它就是0 好 那為什麼你可以這樣子增加 就是因為你增加 加了一個0 也不會影響答案的值 好 但是對你的觀察 就有 有一些 好觀察的地方 因為你在這個地方 你會觀察到 為什麼沒事要把T跟K加起來 原因是 因為這樣加起來之後 你會看到一個固定的數字 叫做100 所以我們可以來這樣去想 好 所以 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我如果這樣子去寫 好 那之後 就會看到這個100 好 那看到這個100 按照剛才的做法 就是會把這個100 提出來 那留下來的數字 我們就可以 很簡單的去運算 好 那這裡就是77-23 就得到54 那再乘100 就5400 好 那這就是一個 我們的運算技巧 好 那這個時候 這種運算 我們可以稱 當在行列式運算的時候 某一行或某一列 它乘上一個倍率 加到另外一行 或另外一列 它的答案是不會受到影響的 OK 好 這是我們這一個的運算 好 那當然呢 我們剛才也可以說 你上下這件事情 也可以再乘上一個負一下來 就是我們如果不急著算答案 我們也可以再做一個 創造那種運算 好 那所以我們也可以說 第一列乘上負一再加到第二列 讓它的數字就變成這個樣子 可不可以 當然可以 那解釋也是跟樓上一樣 好 那這個時候的好處是什麼 因為你創造了裡面的圓有0的話 那 在做交叉乘的時候 其實你就會發現 就不用乘 因為就是0 很好算 那這個時候只留下100跟54的乘法 所以這也是可以觀察出答案 好 那 再來我們就進到第四個 那第四個我們就來驗收一下大家 有沒有辦法把剛才的運用都用進來 所以當這樣一個數字很龐大 那你在觀察的時候 是不是可以透過這麼大的數字 合併有沒有固定的 看起來沒有 那有沒有 讓數字再變小一點 或者是有0 那要有0 可能有點為難 但是你發現 第一 第一列跟第二列 這個橫的來看的話 好像上下都差2 那左邊跟右邊好像都差1 所以這個時候你看 那你是要上下還是左右 先做一個減法 讓它抵消 都可以 所以這裡我們就選擇用 第一行 先乘上-1 加到第二行 那答案不會變嘛 因為我們前面有稍微有鋪陳過了 所以這樣運算 你就會算出來 加過去 那1997減掉1996 因為乘上-1就是減了 那就變1 那如果上下都變1 太棒了 因為這個時候你運算 不難 對不對 你說老師我 可不可以在創造 那個上下 第一列跟第二列再去相減 當然可以 但是有時候好算的時候 就不用再強調再一直 演算下去 除非你只是想練習 OK 好那 所以除了這樣子之外 其實我們還有另外一種 觀察 好那 如果用這一個到下面 乘上-1也可以 好那出來的答案呢 1996 1997 下面都兩個都是2 你看這個時候也是也可以 對不對 好那這個時候我們如果多一點運算 因為2乘上1996有點大 所以我可不可以把這一個2提出來外面 之後再去進行運算 也可以 好那你可以看得出來 算出來答案也是負額 好 所以這在在都告訴我們說 這樣一個運算規則 不管你要怎麼樣觀察 或者是怎麼樣運算 只要讓數字變小 得到答案都沒有問題 好那接下來我們就綜合運用在範例3裡面 那 因為行列式運算 以及行列式可以當我們球面積這件事情 讓我們有一些便利性 所以我們在遇到一些問題 我們可能就會用剪記的方式去把它記錄下來 還有運算規則 好也把它運用進來 所以以這一題為例 U跟V他說夾出來的平行四邊形面積為5 好那我們在記錄上面應該 我們可以粗淺的用這樣子計 但是為了要承諾出 因為我不知道它的逆時針方向是哪一個線 所以我們加個絕對值保護一下 OK 那就得到平行四邊形面積5 那這個時候他想要問的這兩個項量 我們就這樣如此把它寫出來 好 那寫好之後 我們可以把這樣一個項量再做一個拆解 或者是我們可以用 列跟列之間的運算 好比如說第一列乘上多少到第二列 或第二列乘上多少到第一列 好那 有同學說老師紀錄可不可以用行為紀錄 當然也可以 但是我們習慣 右左到右寫 就列跟列這樣也不錯 好那看個人習慣 那老師的習慣就是列跟列這樣子寫 好那 這個時候我就會用下方 乘上一倍加上去 你可以看得出來我的目的是什麼 我要把V消掉 所以消掉之後就會得到這一個 好那得到這個式子 好那得到這個式子之後 你會發現這個式又可以提出來 好那這個時候U就固單 它是不是又可以下去 又把這個樓下U減掉 所以我乘上負義 所以在這個運算規則裡面 你看我老師已經這樣一來一往 已經變成最後只剩下這一個 那最後這樣這一個好 那這是一個我算面積 3U加V和U減V所增 加面積平行式面積面積的運算 裡面的起手式 好原因是因為 還沒有結果 因為我還沒加絕對值 好那加絕對值這件事情 你只要最後再把它加上去就好 好那我這邊複1也提出來 那加上絕對值之後啊 其實我們可以係數先加絕對值 那行列4也再加上絕對值 那最後欸 複4就變4 那行列4的這個部分 就是剛才左上角 剛才有得到的就是5 放進來 所以答案就出來20 所以你看有時候我們在觀察這個問題 就很簡易嘛對不對 好那老師這邊偷偷跟大家講說 這是一個我想要給大家看的一個運算規則 好但是如果真正在考試上 你想要有一點快速的想法的話 也可以直接帶一個數字來想 好比如說U跟V能夾出面積為5的平行式變形 那我不妨就假設他們是長方形 那你就可以假設U就是5-0.0的相量 那V就是0-0.1嘛 應該5-0.0跟0-0.1垂直 而且長度一個5一個1 那後面要講的東西 你就可以以此類推去寫出來 所以這有時候也可以用代數字去把它化解掉 很快就得到答案 但是我這一題欸 我想透過的是面積的運算跟行列式的運算 結合起來我們就可以展成這樣一個運算技巧 OK好那這些就提供你的同學去參考